提醒大家 接下来这几天特别注意天气资讯 继海米台风之后 在今天下午第四号台风巴比伦也正式生成了 预计将会往海南岛来移动 对台湾并没有直接影响 所以现在海面上可以看到是双台共舞的局面 但气象署就说这两颗台风距离远 加上巴比伦强度不强 并不会产生藤原效应 但是也预估海米台风将会持续增强 有机会挑战墙台等级 合力将橡皮艇抬到地面 一一确认船艇就身圈抛绳枪等装备 北市消防局趁着周末假日 做好防台例行整备 因为第三号台风海米有机会挑战墙台 北上的过程当中呢 都是一个有利于它增强发展的情形 不排除它的强度呢 是可以来到中度台风的上限 甚至呢也不排除再更强一些些 来到强烈台风的等级 根据凯米台风最新路径预测 周二开始影响台湾 周三周四将会是最靠近台湾的时候 由于移动速度变慢 气象署预估发布海景时间 有可能延后到周二凌晨至上午期间 路径则是最快周三发布 同时位在南海的TD04 21号下午两点也正式生成为 第四号台风巴比伦 将持续往西北移动 预估对台湾没有影响 但双台共舞有没有可能引发藤原效应 气象署认为距离太远 气象专家意见也一致 前气象局长证明点也提醒 凯米台风左侧的细小云系 是海面上西南季风增强的征兆 可能会和凯米台风环流结合 要特别注意台风尾影响 这几天又碰上年度大潮 沿海地区包括屏东到台南 以及基隆北海岸到宜兰 都会面临最高满潮 需要盛防淹水 尽管预报仍有变化 但凯米台风势必会对台湾天气 带来影响 民众人不可大意 华视新闻彭冠林 黄龙台北报道